每到暑期 清水游都特别受欢迎 海南众多的海岛景区就推出了丰富有趣的海洋游玩项目 游客们可以留联其中 体验水上项目的乐趣 洁白细软的沙滩 清澈湛蓝的海水 这里是位于海南领水的分界州岛 在这个具有热带特色的岛屿上 与大海亲密接触的清水娱乐项目以及潜水体验 是这个暑期海岛游最清凉快乐的游玩方式之一 海面上游客们乘坐动感飞艇 香蕉船等项目 玩转速度与激情 在海底的海洋牧场 游客可以潜入海底近距离观察珊瑚 与成群鱼儿畅游嬉戏 无论是海底 水上 空中陆地 不同年龄段 不同需求的游客 都能在海岛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体验一下潜水 想体验体验大海的神秘和深邃 有非常多的娱乐设施 都非常的好玩 这个暑假到海南旅游的外省游客比例明显增多 7月以来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三亚凤凰机场 日均旅客量均在4万人次以上 现在的话 周末基本上是满的 目前的这个录注力是达到80%左右 那是中午或晚上的饭点 今天用餐的话需要排队 为迎接暑期旅游记 海南推出了十大主题活动 七十余项文旅活动 同时 多家景区也相继推出 针对学生 本地居民 医务工作者的免门票 或其他优惠政策 旅客来到三亚之后 也可以到周边的时间体验一下 温泉与林一些不同的活动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傅典 感谢观看